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7月份的话到今天正式来了一个Ending 这个大盘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强 那当然明天的话就是8月份 那都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 新的一个开始的话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就是要有一些新的想法 因为目前为止这个大盘 你看起来好像在走区间对不对 那今天的话下跌 你心里面的话可能不是很舒服 因为这个早上对不对 一早的话开盘是开得还不错 这个大涨的170点 盘中震荡400点 尾盘还是属于一个下跌 那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种现象 你从量价结构去看 量的部分今天有过高 对不对 大盘有过高 量也有过 价也有过 这个败比是什么 融资太多了 从7月7号开始融资在低档区 一直到今天 7月31号 你看到的融资高达2200亿以上 所以说这个大盘 如果说未来还在上涨的时候 这个地方融资 必须要利用这个震荡 整理洗盘下沙 让大家怎么样出场 只要这些不确定的融资 喜欢做当冲的这些人出去以后 那后面的话多头就会进行所谓的大反攻 7月份的行情在这边 先蹲后跳 先蹲后跳 8月份的行情一样 明天后天这个大盘 一样会进行所谓的多方的一个修正 但是你手中股票如果是走空方的 你再修正下去就完蛋了 还是说你今天有些股票可能追高 这时候的话你心情应该会很紧张 大盘还是会面临到目前为止 洗融资多方修正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操作 一般投资人他是没办法掌握的 所以说我今天会开放 第一个 你手中股票 你是觉得说需要有研老师亲自帮你看的 你今天无论如何你电话拨通 电话打通就好了 电话打通以后留下可以联络的一个方式 我等一下回办公室以后 我会24小时来帮你看你手中的一个持股 希望研老师的建议能够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 因为这个大盘现在是属于一个多方高档震荡修正 在本周会出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买点 你这个时候你的股票要先进行所谓的调整 调整结束之后 未来抓到一个转折就能够反败为胜 对不对 那严谣老师最近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今天的话这个时间也非常多 那我就把最近的一个操作 我跟大家稍微的做出一个公布 股票一定是有买有卖 不是每天的话人都 起床的你都有 别床的都没有 会员躲在那个角落在哭 你在节目里面你对于自己的会员一点交代都没有 这个我就看不过去 人家有缴钱你就必须要交代 不是说这个大盘涨 我喊空我跑去躲起来 现在大盘对不对 连续叠三天的话 我再跑出来吓大家一下 大盘又开始反弹了 对不对 每天跟你讲说你要小心 大盘涨到这样子的话 我跟你讲不用小心 他每天跟你讲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自己没有赚 大盘最多再修正个两天 这个一定要洗一下融资 后面会涨的才是大家现在要去买的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操作 这个大家都知道严老师在操作这个仲奇 股票是有买有卖的 欢迎严老师的会员在节目里面 看了这个简讯 再看自己手机的简讯 应该完全一样 应该是完全一样 这是对于仲奇而言 仲奇方也是一样 三级会员时间地点 获利的一个%数 你自己对一下 应该都没错 第三档叫男子店 男子店 有没有赚那么多 有的话自己打一把 好吗 红宝 红宝 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散热 严老师已经卖掉了 你们老师可能还套在那边 请你们老师加油 好不好 我也不大方便讲什么 这股票去抄人家的 严老师卖掉了 你们老师没有卖 温序 你知道吗 你们老师套牢的温序 只要再回档修正的话 我跟你讲就报不下去了 那我为什么可以赚钱 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买的比较低 一年学什么 基本分析 两年学什么 纪录分析 你一辈子在学什么 操作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今天再公布这个 汉讯好了 也是赚 我就公布最后一笔单 好不好 前面就不要再公布了 银广也是一样 公布最后一笔单 随便买 随便赚 随便买 随便赚 这个才是操作 这个才是操作 非常真实的操作 很多电视节目都 趋向在综艺化 很好笑 长得都有 大家普天同庆 跌的都没有 每天都可以赚钱 真的是一个幸福之岛 台湾幸福之岛 那我就搞不清楚 这散户为什么 每天输钱 是不是 你们老师每天赚钱 我觉得好奇怪 我也要去参加你们老师 是不是 我才不会上当 你们老师那种很奇奇怪怪的方法 上面讲的跟它实际操作完全不一样 那就是Ben Senna 你们老师有没有广达 应该有吧 你不要跟我讲没有 你们老师在喊的广达 来 你们老师喊威圣 威圣 有没有 来 伟创 这次喊最多 直接打跌停 你们老师真厉害 有没有 广达威圣 伟创 创意 都有 掉下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什么都不见了 今天AI在修正 这个地方的话你一定要注意 也不要说去接 懂不懂 你要看资金轮动 AI在修正 那网通呢 来 这个叫网通 资金在网通 有没有 有 看到了 连这个都在反弹 那大盘怎么看 这大盘其实很简单 七月份是属于先蹲后跳 你八月份一样 再修正一下 把融资洗干净了 未来就喷上去 主流在什么地方 主流在电子 绝对在电子 电子没有动 我跟你讲 其他的股票拉不上去 这波拉上来的话 也就是AI 对不对 但是AI不要去追 我先讲 网通注意一下 可以吧 那严老师的节目时段的话 你注意一下 从八月一号开始 从明天开始 我们运通财经台 多了一个节目的频道 就是 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 多了一个 其他你所看到的非凡 五十八台 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 没有改变 运通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 也没有改变 多了就是这个十点半到十一点 凌晨重播 早上重播 那包含news酒吧频道 第一个 所以说你这些频道都可以锁定 那节目一开始的话 也是要告诉大家 山不转路要转 事情想不通你要换角度 角度不一样 你看到就不一样 股票真的不对了 手中有广达威胜 伪创的创意的 股票不对 你要换股操作 这个大盘对投资分非常好 今天对不对 大盘震荡整理洗农枝 明天再洗一下 后天再洗一下 好 机会就来了 你不要说把这个震荡洗凡当作是逆风 你要把它当作是顺风 你布局最好的一个时机点 但是这个timing很重要 不是有些分析师跟你讲 拉回少买一点 他有没有跟你讲什么时候买 没有嘛 对不对 随便再喊口号 以前那个老奖最会喊口号的 中华民国万岁 结果咧 有没有万岁 没有啊 民国38年就咯屁了 是不是 不用那边万万岁 这些分析师很会喊口号 很会喊口号 你等真的叫他去做 没半片 严老师直接告诉你 你利用推背图来看 现在在走多方 之前跟你讲震荡嘛 今天是不是震荡 震荡400点 未来的话强力洗牌 强力洗牌 很快买点会出来 看量跟价 看量跟价 还有手码 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模式 非常非常简单 这张字卡很久没有拿出来了 顶尖操盘法 专门针对什么 专门针对我们台湾的股票市场里面 各种的一个现象 我都给你写在这边 只要你认真的去执行 就OK了 就OK了 比如说来 这是上个礼拜五跟你讲的 新的股票你要布局 新的股票你要布局 上个礼拜五是上涨 大牌是涨了 今天大牌是跌嘛 对不对 跟它有没有关系 跟它没有关系 你看到没有 强不强 强不强 强啊 先卖一趟 因为这个有时候会受大盘的影响 这股票有时候你会买 对不对 你也要会卖一下 卖一下 这个也是新的 探权 探权新的 中华民国政府 8月7号 好像是8月7号 对不对 左右 有那个探权交易所 所以说 这个探权交易的相关概念股 它会先发动 这是上个礼拜四的 来 这张股票也有送给你了 你不要说老师 你很小气 我这个股要100%有送给你了 送的叫做不用钱 免费 免费给你参考一下 今天对不对 大盘跌了这么多 它一样 收盘再创波段新高 有影响吗 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第一个持股要诊断 你手中不能说一大堆 老师航空股我也有 老师航运股我也有 为什么航运的报价 美西2000块 美东3000块 为什么航运股还不涨 筹马太乱的股票不会涨 这个必须要告诉你 老师为什么iPhone15 相关概念股 今天只有什么 连发科比较强 连发科跌很久了 开始动了 是不是买一点 我们就慢慢看 有时候操作上面 我怕人家抄袭 所以我就不要讲了 那今天这档股票也是抗跌 也是抗跌 有拉回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不是说什么股票 老师这个大盘 要扑拌我就快买掉 没有那么悲观 这个大盘如果说 没有经过震荡洗盘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大盘根本就拉不上去 那你还是要注意 这个执行力加记力很重要 大盘有趋势 你的执行力一定要够 两天大盘修正结束 你必须要站在买方 你必须要站在买方 你站在买方之前的话 有些股票 你要跟严老师一样 你可能要先调节掉 先卖掉 先获利 那至于说 你手中有套牢的股票 你打电话进来 老师也会跟你讲 我的纪律是什么 这个两个加起来 才能够大获全胜 有没有一直提醒你 立志的接班人士 立志的 有吧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了 来 我说你卖掉就赚钱了 你今天你不卖 对不对 有些人很铁齿 我就不要卖 好啊 那你就不要卖 你就不要卖 那我也没办法 我一直提醒你 这边够了就可以卖 有狗啊 你看 有狗啊 你看 有狗啊 你看 贪有狗啊 就可以买了 根本不需要去追价了 这资料送给你的时候很好笑 老师你有没有写错 你有什么不对吗 你要钉刺吗 我说不用了 长上去的时候 老师我没中押 老师我没买 活该 还要追 你还要追 你们真的是科学小飞侠的 很会追 我叫你卖 你要追 我叫你买 你说老师 那我再看看 我就跟你讲一坡到顶 有些狗要长完了 就不会再长 你不是每天都幻想 哇 严老师很厉害 这个菜市场里面 算很有名 不要来蹭我的热度 也不要想来卡我的油 我的股票我是想公布 我就公布 如果说我今天我不公布 那你真的会死得 会很惨 叫你来拿资料 你打一通电话进来 重期翻倍 翻倍 你有没有想到 一块钱的股票可以翻倍 先进光 你可以怎样 赚45% 赚45% 红宝呢 赚多少18% 对不对 是不是 太硕 有买有卖 最少也有12% 都是赚嘛 对不对 很好赚啊 你不是每天看电视 很无聊 老师的节目很无聊 那这两天会拉回修正 我的看法不会改变 那当然我拉回的话 我不是说跟你讲说 拉回早买一点 那个壁画嘛 拉回买哪一支 这个才是重点 好不好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人 第一个 手中有股票 套牢的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一对一直接告诉你 给你做参考 好不好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两天拉回要买什么 今天第一天 这大牌还会再拉回一下 你不要急 不要急着去进场 天上掉刀子 你就不要硬着去接 我直接告诉你 代号先跟你讲 但是你先不要买 资金我们先把它调节出来 到时候该进场 我直接中央 我今天的话就一个要求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我帮你做持股分析 我一对一服务 第二个 未来的标股 完成登记了 你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 所以你今天的电话一定要拨通 这个很重要 严谣师等一下会亲自的回你电话 7月31号月底结账 今天通通都可以 就一天的机会 好不好 严谣师非常大方 公司也非常大方 因为是月底 会计要结账 通通都可以 只有现今天 好不好 那我们也回馈给大家 今天的话会开放专人通知 前面10位打电话进来的 我们专人通知 好好把握 开放专人通知 一年就一次 打电话 进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文明头库 严分一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 通过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言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推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算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川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川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警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明天开始的一个操作的话 我们仍然是以所谓的电子股为主了 那电子股的话 当然你现在AI开始回档修正了 那你就要把资金放在什么 放在所谓的网通 现在的网通开始转强了 那网通之前没有涨到 那可能从8月份开始 网通的股票开始续抢 等到这个网通的股票涨完了 可能就是苹果概念股 最后的话可能还会再轮回来 轮到所谓的AI 所以说这个AI概念股 它可能要先休息一下 它不是说它不会涨 因为资金要轮动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很多的投资人 每天在那边坐匆匆的 因为之前都赢了 都赢了 心情改好你知道吗 也喜欢用融资来操作 这个融资最少 一天两天还在洗一下 所以说你手中有资金的 你也不要急 再等一下 但是你手中有套牢的股票 这个时候就很重要 空方的股票要卖掉 多方的股票要保留 什么叫多方 什么叫空方 我来帮你看一下 好不好 只要你有兴趣 你对你的财产是很关心的 那严老师就帮你关心一下 好不好 那当然这个之前操作过这个汉讯 我们也卖掉了 卖掉了 应该都赚钱了 对不对 按照简讯操作就可以了 好不好 这个男子店也是一样 这个资料7月21号送给你 男子店再创波段新高 你自己看一下时间 7月21号送给你 然后就一路就上去了 有没有创新高有 随便卖 青菜买你都贪钱 那8月份的大黑马标王 银广 涨了5根 5根 6根 6根 卖掉就赚钱了 最新的标股对不对 叫见准 老师今天见准拉回来 拉回来很好 来 拉回来 对我一样敢讲 跌厅板你敢买 老师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来 卷支笔多少 卷支笔51% 51% 放空的人八千多张 做多的人一万五千张 空单除以多单 融资的 这叫卷支笔54% 你去看一下 严老师的著作好不好 卷支笔超过三成以上 未来有机会加空 这个股票今天要拉回 你要注意 不要说未来长上去的 你就说老师 你没跟他讲 今天的话我就开放持股诊断 第一个 第二个 未来的标股你要跟上的话 你今天电话直接拨通 完成登记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话月底结账 月底结账给大家一个方便 我们公司也给大家一个方便 严老师也给大家一个方便 通通都可以 绝对都可以 但是只有今天 我们就信今天 给大家一个方便 给大家一个方便 大家都希望赚钱 严老师成全你 好不好 就一次的机会 那今天的话前面十位 开放专能通知 前面十位记得 你一定是专能通知 你要好好把握 我们就这十个名额给大家 回馈给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